你看這個就是佛手瓜 然後你可以看到中間這個 這才是它的種子本身 那你買到佛手瓜 你可以先靜置一段時間 然後讓它自己長出幼苗 然後長出根 然後我這樣子就直接把它放在土上面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它就會自己把根伸進去 然後慢慢的長大 那基本上你如果 比較搞剛一點的話 就是後攻一點的話 就是台語的 精攻一點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牙取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你等它整個裂開 然後用刀子稍微把這些果肉去掉 這樣子它比較不會腐壞 因為這樣種的話 才比較不會去因為很濕 然後這些果肉就會腐爛掉 然後就整個 就會一起把那個種子給弄爛掉 我的佛手瓜慢慢長大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根頸 就是這樣子 你就只要把它這樣插著 它就會自己伸到土裡面去 然後之前我種的經驗就是 不能太濕 那所以說呢 我上面覆蓋了一層沙子的 土 應該是說沙子 那覆蓋沙子就不會讓它太潮濕 像它 這個瓜這邊 它的果肉比較不會爛掉 然後才不會影響到這個幼苗 它就會滿足的時候 然後你也看起來 它那就很好 知道嗎 現在應該會不會破壞